接下來就是在場館裡面的一些導覽跟後場 後面 大水直下班就是海底水道的水可以加到150萬加倫的水量 大家看喔 我們手放下去他們很多魚就會往下跑 為什麼 但也沒有錯因為他們覺得要吃飯了 這裡就是他們飼育人的後場 後面這一池是海底隧道 其他的池呢有一些是為了培育剛來到的小魚 讓他們認識環境的人類 這間飼育剛實在太酷了 裡面都是我最愛的方法 這間飼育呢除了熱水口罩之外 然後他們就沒有錯過加速的病發 一些我們受傷的魚呢就是一些生病的魚 我們都會拔空在這邊做照顧 鴨子 我覺得雅婷會想要把他吃掉 你看他的眼神 雅婷不要把他吃掉 很可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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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們只要能夠養的話 我們山火 這樣子海水道的水質 一定都是適合其他海洋生物生長的喔 firefighters 就像我的油 ��寬鬼 這樣好像在掛床 像這個比較小的是斑竹狗家的 原來這是鯊魚的鯊 好酸喔 從來不知道他長這樣子 很像 摸起來比較像 太多人的故事 更不像是鯊魚 它一個都很不爽鬆的 因為它很像輕鬆的小袋子 我們看一下團桌的可以買 二到五可以拿買 對啊 超多的 吃飽了 就想睡覺了 但是還不錯吃耶 只是有幾道菜真的還蠻好吃的 接下來就是 閉館之後屬於夜宿付錢的人的時間 動起來了 動起來了 對 發神經 要幹嘛 動起來刷牙了 這個很像假的耶 我覺得它一定知道我們在看它 是個聰明的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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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提供 這就是我們今天晚上要睡覺的地方 乘船甲板 然後這邊就是大阿的床墊 我從來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到他們睡覺過 第一次看到他們在那邊睡覺 哎呀他可能被我們吵醒了 現在是夜遊的時間了 所以整個館都已經暗了 好你看我要畫到1 2 3 有沒有畫到3 裡面有那些銀色的 有 有沒有 1 2 3 好漂亮喔 這邊有一隻小小魚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躲在裡面有沒有 來 各位小朋友比較多 所以呢因為這個綠豆蒜都是剛吞起來比較好 我們現在要來吃宵夜了 宵夜是恆春綠豆蒜 它裡面超勾的呀 看得到嗎 它之所以叫綠豆蒜是因為 綠豆剝開之後長得很像蒜頭 是一個古早味的美食 還不錯吃 我覺得我可以再吃一碗 我可以拿 我有點想在吃碗 我真的覺得有點餓 我幫大家開個燈 OK 燈火聰明 這次就要讓大家準備來鋪床睡覺囉 好 小棉被先鋪上去 大棉被再躺上去 枕頭上去就完成了 這好像假的喔 嗯 還是有一些沒有睡早的瓶啦 睡早的就不動了 可愛喔 我們現在在到處亂走 霧闖禁地 有一點暗 燒暗 還是走出去好了 你看我會怕 還是會怕很怕 喔 唉唷 我都會怕 8點50分 請到台灣水浴碗大洋吃 欣賞大洋吃 入味時間說 現在是7時 早上 時間要放鬆 我們在這裡 別忘了把水浴 放進化妝袋 然後放進一個特別的地方 早安 現在已經很醜 去刷牙洗臉吃早餐了 一 二 三 先去刷牙洗臉 要了嗎 你很醜 因為我還要買 都沒有人好快樂喔 哈哈哈哈 然後他看不到什麼 清潔魚缸的私癒人 所以他們一定都會那個 時間帥 對啊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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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轉 比較假的 不會覺得很Gun嗎 我們剛剛吃完早餐也在開館之前拍了最後一次的照片 現在開館之前完全就是屬於夜宿者的一個天堂 因為都沒有遊客 等一下9點就會開放遊客進來就會曬爆了 人真的超級多的廉價 趁現在來偷看一下 偷參觀一下 有些海參、海膽、星星 這邊到時候會是開放觸摸的池子 有些魚類 那個趴湯一身好像是灑魚飼料啦 不對不對 上面的這些灑魚 你們看得到嗎 聽到很久 這很久 我替你一下 很久不見 我替你一下 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